我们在兔年的子时到某时是刺猬 而某时按道理是兔反而是刺猬 反而到了晨时到卫时这四个 这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兔子 然后下午一直到晚上到害时 是罗叫鹤 什么叫鹤 这个一丘之鹤 它是可想而知是坏的动物 怎么坏呢 就喜欢搞东搞西了 像老鼠一样进人家去偷东去吃 我们就认为它坏 调皮 我们看这几个动物 有什么关系 虽然都是地上爬的 但是有吃草的 有吃肉的 有杂食 什么都吃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们纵观整个的这个三十六生肖 我们讲中国也是印度的这个所谓生肖灵学 你会发现这个系列是宠物系列 而其他的相对于个别的就不是日常所见的宠物 那首先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一丘之鹤 也叫猴子 这个呢 用现在的动物分类 它看上去虽然像小浣熊 但是不叫 也在犬科的范围内 又像狗 狐狸 比他们小 单独的一个分类 但是实际上跟小幻是没什么区别 我们中国都是讲以像 生肖 肖就是像 那属像也是像 在天成像 只要你像 你就有这个动物 特性 特点 习性 那现在西方论的这个 门刚木科书书 更是以形为具体标准 那形呢 当然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就是说多少骨骼 哪里长得什么样 主要是以这个 那形当然是它更具体 看上去更实际 没错 但是这个代表过去 因为在天成像 你既然像这个 你以后慢慢的 会更像 以及成形 甚至演化成后代所生 而这个形呢 形之后呢 已经定死了 可以变得 只有那个像 慢慢成形 那个形呢 慢慢又消散 这样一个循环 那这个 和呢 除了调皮之外 它还 具有 一定的 伪装性 对吧 看上去很可爱 实际上很坏 但是 也是小打小闹了 隐藏性 会比较深 我们实际上 先说这个兔子 兔子呢 也是温顺 那这几个动物都是 温顺 又活泼 又调皮 就是这样 当然刺猬 稍微更老实一点 总之 这都是宠物 那兔子呢 也同样很激烈 给人的感觉 更温柔 可能这种人的 特性性格 就是如此 实际上 也非常聪明 狡兔丧枯 以及 兔子极乐 也要人 你不要看上去 怎么样 然后这个刺猬呢 保护性就更强 他 这种人呢 也是独行侠 个性保守 非常的 好近 当然了 个性也消极 相对于来说 就 比较顽固 就是这样看 可能也会 比较忧郁 你看那个小小的眼睛 也很有神 像不像